那你有看到最近之前那個 邪智跟宇童不是說什麼在備孕做人 你有關心一下邪智嗎 喔 我們其實五六一直以來 就屬於不大會聊私下事情的事 就是你要講我們會分享 但是不大會刻意去問 你有看到那個新聞嗎 因為備孕這也只能他自己努力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也只能他們努力 我也幫不了忙 我可以幫不了嗎 你可以跟他分享啊 這種東西說 欸這配音我幫你 這個怪怪的 這怎麼幫 喔 孟哲分享一下加入新東家的心情 加入新東家還蠻開心的 應該講說原本在原本東家也開心 對啊 只是說換個工作夥伴 然後就是換個感覺 然後想說也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樣的發展 這樣子 那加入之後會有什麼新的規劃嗎 新的規劃目前我們就是也會往戲劇這邊 去做一些嘗試 因為之前也是很喜歡拍戲 但是時間比較少 因為之前就是顧小朋友 對 然後時間比較少 然後現在 小朋友開始上課了 開始有些時間 所以想說是不是可以再回來戲劇的這個部分 然後原本的綜藝主持也是會結束 多久沒有拍戲的啊 應該有個三四年吧 如果以完整的一部戲的話 最後一次拍是浪漫輸給你 就之前三億了 很久欸 對 因為拍完之後 應該在講說拍的過程 老大姐姐就出生了 然後後來就一直在忙出小孩 那你有看到最近之前那個 邪智跟宇童 不是說什麼在備孕做人 你有關心一下邪智嗎 我們其實五六一直以來 就屬於不大會聊私下事情的事 就是你要講我們會分享 但是不大會刻意去問 你有看到那個新聞嗎 因為備孕這也只能他自己努力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 也只能他們努力 我也幫不了 我可以幫不了嗎 我可以幫不了嗎 你可以跟他分享啊 做我東西說 欸這配音我幫你 不是這麼怪怪的 這怎麼幫 哦 你沒有跟他分享 那個爸爸經什麼的 如果有成功的話可以 我跟仁甫都很 還有小刀都很能分享 但是要真的有這件事情 然後有成功 就你對他的了解 他是會正在做這件事情的人 哈哈哈哈 我想 打給他 就是被孕 我也不想了解那麼細 哈哈哈哈 對 了解太希我怕有畫面 有什麼樣的時候 可能看著他過程會怪怪的 對 沒關係這個東西他們自己忙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怕我有畫面 那上次 圈圈有說 他私下錄影完 打給宇童 那個聲音都很 很 就是跟一般不一樣 你有見過那個畫面嗎 他 等一下他有講過是不是 圈圈上次出席活動有講說 鞋子每次錄完影空檔 打給宇童說 那聲音都很甜蜜這樣子 喔 我覺得 我覺得他 他是屬於一個 連香其喻的人 就是他對女神 包括對女來賓 他也都會算是比較客氣的 嗯 對 我是好像沒有特別聽過 喔 你沒有看到他充滿粉紅泡泡的那個 那一幕 呃 在演唱會舞台上有 喔 對 在舞台上 我覺得那個泡泡已經是有點溢出來了 哈哈哈哈 對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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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疊癞 哇 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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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